今天我们来做下新鱼的影片 就很久已经是没有更新到这个关于新鱼的东西在马来西亚 然后我还是要强调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呢 因为那天有一个顾客问我就是 其实我有点无奈的地方是 第一个东西要吃到新鱼以前的话呢 它是不受饱的 然后在很早吃的时候 然后大部分的鱼店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在卖这种新鱼 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人啊很常来告诉我 他那时候买多少钱 他们是非常想念那时候的价格 这个新鱼我会讲久一点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他是关系到 因为他在近这几年他从二级保护跳去一级保护 所以在我们马来西亚这里的话 现在增益是很大 你可以在市场啊网络啊看到还是很多 卖这几百块的 他们会告诉你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说买钱啊 到时你养活了啦还是以后怎样啦 还是有什么事情怎样啦 才来找执照买执照 那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 这一个东西现在啦 因为他从二级跳一级他们是抓很连的 然后就连我们这样子的 宠物店要有一只乌鱼要卖的话 他们都会来检查 然后检查我们的管道啦 来源啦是否合法 然后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跟着他们的法律在在在供应的 所以近这几年这个新鱼的价钱标的非常非常高 可以说是以前鱼店卖的10倍 然后还是有人就是还是希望说 他说可以买这个乌鱼先啦 找一些便宜的到时来买执照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心不同的 因为本身这个归非法就是非法在马来西亚 执照是不能够卖的 这样的办法 执照就像你的那个passport啦 IC啦 如果你是很常还是有人会对我的地方就讲说 马来西亚是并没有什么事情是全解决不到的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东西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为何你一开始就不愿意花钱好好买个合法管道的 而要等到有事情的时候才来去填那个无限大的货 因为有事情的时候那个价钱不是你讲的 而是他们讲的 这样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听懂的点赞还有关注 一样的记得关注我让你更智慧羊虫